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指標 今天是1月26號禮拜二 好 台股開平高就走低 中場跌287點 量是3526億 好 那我昨天節目上 怎麼跟各位講的 我說今天拉高上來要跑 對不對 我沒有這樣子講 麻煩你看昨天的YouTube 我的節目都是事先做預告 我沒有事後 好 今天台積電繼續跌 那台積電這邊都是不聽 我的賞戶的投資朋友進去買的 我在上禮拜四 禮拜五 從上禮拜三我就講高點還有 但是不多不多 到禮拜四 我就講 減高了喔 你要小心喔 你要小心喔 那我在節目上就直接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很精算的算法 這是算 英巴南講也不能講精算 我還有更精算 我精算算什麼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667到699 對不對 這都沒看到喔 我就跟各位講667跟669 其實我還有其他技術分析算出來 其實大概就在670到680中間 非常精準的 這個在我的三關架體驗班裡面 我會教 那節目上我只講大概 那重點呢 這一根是最大量 來 我跟各位講 這一根大量 對不對 8萬多張 隔天22號 22號 12萬多張 那很簡單 這一根叫稅部可以轉空 但是這一根是出大量 我在節目上面講 誰在供應籌碼 這上禮拜四 上禮拜四 那我從低檔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說 來到這邊你要小心 你要注意 現在很多人在買台積電 那我如果可以抓得到台積電 我是不是就可以抓得到 加權指數的高點 對不對 兩邊都進行嘛 那我加權怎麼跟各位講的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16580 16580 這邊是16238 那我還有其他技術算 這是最淺顯的 那算出來是 16大概在16300那附近 但是呢 節目上我只提示你 這邊我千交代要萬交代 你不要追你不要追你不要追 好 OK 台積電我就一直在談台積電 台積電 禮拜五的時候就開始跌 對不對 從673跌到收盤649 跌24塊 昨天呢 又再跌26塊 今天呢 再跌16塊 每天每天跌啊 那重點是 這個高點是怎麼去算的 怎麼去算的 來 2330 2330 用這個方式算給各位一次 對不對 沒看到的時候 要不要再算一次給各位看 要不要 要不要再算一次給各位看 要不要再算一次給各位看 沒關係 時間不多 我只跟各位講 歡迎你到這個禮拜六的 預算體驗班來 完全免費 這一根代量過前高 合資本就看好了 結果呢 連跌三天 從679跌到610 那你說台積電會直接 每天這樣子一直下跌嗎 不會 任何股票或指數 不會每天一直跌 但是反彈上來的時候 你要跑 但是我現在問各位 反彈上來 哪裡要跑 像台積電這樣子跌下來對不對 過個一兩天他會反彈 那反彈上來 哪一個點要跑 你會不會算 你跑不掉 未來台積電會到哪裡 我現在就直接講了 我現在就直接講了 我沒看到後面 自己看 自己看 然後呢 再給各位看這個東西 來 看這個 講完了 你不知道我在講什麼啦 不是我不講啦 節目上不能講探明 但是你到我的三關價 先修班 我會交 那 那你買在相對高檔的 賠個十幾萬是很正常 那我在講 我在高檔請投資本要跑 你有沒有在聽 沒有啊 三半 聽到三個小子 加個小子 很多我一直跟各位講 一個 我跟其他投資本 老師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在高檔我會賣監控 那一般的分析人員是不能放空 也不會放空 因為做多才收得到會員 那我寧願選擇最 最被人家誤解的那一條路 那一條也是不好走的路 因為在高檔的時候 收會員是最好收 如果來 如果這樣子談生上 我再告訴你 未來到一萬 一萬六 一萬七 一萬八 一萬九 兩萬 那你跟著我帶著你大賺錢 很好收會員 但是我選擇 購人玩那條 去購什麼人玩 散戶 會記的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是購散戶玩 因為我在低檔買 散戶不會買 郭憲政頭怕 我在高檔賣監控 那那個時候 剛開始利多而已 所有的投資本來都看好 然後就說 郭憲政不行的 那外資在做調升 外資這裡有沒有調升到 千元 有沒有你告訴我 有沒有告訴我 調升到千元 那你就看好 你就想說 現在六百多塊 到千元 還有兩百 還有三百多塊 可以賺三百多塊 你別誤 股價漲了一段 出現利多不是好現象 就比來講 玉金光 當初來到這八百三十八 我也跟他講 八百二十幾要賣要賣 外資來到這邊 調升玉金光到 一千元 我也是被罵殘了 這裡都還沒跌 結果跌下來一堆人來找我 老師我融資斷頭 老師我 我當初不聽你的話 那我在高檔誤解你 一個分析人員是具有社會義務責任 而不是在節目上 每天在吹噓 賺多少賺多少 這種鬼話很多人相信 來 台積電 如果你有看我電視節目有賣掉的 麻煩你在LINEA上面 謝謝我一下 你如果想要更進一步的 你可以在LINEA 說我要參加會員 然後我會帶著你 個股指數永遠低買高賣 那做我會員 要有個心理準備 我都是在漲是漲到最高 我會賣監控 那我都是跌到賞戶看不好 我會買監控單回補 那你說老師什麼時候是高點 什麼時候是低點 我都用算的 我會算高點低點 你看台積電 我不是只有用這個技術算而已 我還有其他技術 我還有很多 我還有很多 這裡不能告訴各位怎麼算 這裡先不要告訴各位怎麼算 好 你想知道 我也可以算給你看 那我剛剛已經講過 台積電會到 可能會到哪裡了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要告訴我 我有看到後面嗎 那為什麼用這個點 為什麼這麼算 老師原來要這個技術 我已經告訴各位 我會算一個高點低點 不是用單一技術 而且這些技術 都不是你所知道的特殊技術 這比如講台積電對不對 你現在有看到算你服氣了 那剛才剛才有講過的話 再講一次沒關係 台積電抓得好 其他股票都沒問題 OK 不要用這個 用這個 你看看黃色的啦 你會不會怕 那為什麼你當初 你在上禮拜的時候 你不來找我 我會叫你在高檔賣掉 兼放空 了解嗎 好 再來看一下這一檔 我昨天在節目上面講 我在637放空的 有沒有 有沒有 2327啦 這裡都沒看到 國具 我昨天在節目上面 打開做技術 你看 有沒有 今天跌破600 跌破600 賞戶是不是買高檔 這樣你會不會看 你會不會看啦 怎麼去抓他的高點 會不會再算一下 會不會算 會不會 我還有沒有其他技術分析 有啊 怎麼會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技術分析 算出來 國具在600 大概4到660 中間就是空底區 甚至我在上禮拜 在我的那個51區標股 我都已經有講了 上禮拜五 我都已經講 台積電在哪裡是空底區 你自己去看 那個在 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呢 我工商時報上面也有講 我都事先講的 我是想要這樣救人 好 OK 國具就一堆人就埋在這裡 國具這裡 全部都利多 開漲啦 淡機不淡啦 重返多少啦 我告訴各位 國具為什麼不在這裡說 告訴你重返榮耀 告訴你未來抗好 為什麼漲到這裡才漲好 那你就只要我算出空底區就漲上來 那很簡單 過沒兩三天 外資一定調升 一定講好話 賞戶就進來買的 然後呢 我事先都講了 然後我看到外資做調整 我看在節目上就開始講 你有國具要小心 國具要小心 對不對 640幾 現在呢 597 這會跌到哪裡 你會不會算 每檔都可以算喔 3105 外資不是買很多嗎 3105 我怎麼跟各位講的 我在講 你們在聽啦 我冒啦 這裡都沒看到 這怎麼算的 這是我會員幼幼班的技術 幼幼班的技術 怎麼算 359 188.5 464.36 464.36 來 重點 郭憲政都在打口子兩扛 打兩扁 我打這扁兩扁 我都打這鼠聲講的 我昨天在節目上面 打口子做技術 你看 有沒有 好 3037 3037 開高又走低 對不對 我就要打口子做技術 你看 新鮮 為什麼在這裡空 這裡算出來 這雙技術 101.22到105.7 這裡就是賞戶抗好 來 這裡是不是賞戶抗好 你在這裡 20幾塊 30幾塊 40幾塊 50幾塊 60塊都不買 你漲到這裡才買 你這樣做股票是對的 我真的是對你很 我真的對你的人生 我很懷疑 我一直跟各位講 我這一句話 我不是講假的 這是我個人 現在幾年的經驗 高檔永遠都是賞戶買的 台積電你買在哪裡 國具你買在哪裡 郁金光你買在哪裡 文帽你買在哪裡 我都有提出警告 前一波 就是郁金光 822 我在節目上就每天 垂高雷 503 498 500會來 結果跌到449 我在節目上告訴你 怎麼算的 跌到444 我算到449 做反彈 反彈上來 我還告訴你 要小心 要小心 怎麼算的 我有事後嗎 這裡都沒看到 不是告訴你449嗎 這裡都沒看到 然後來到這邊 我是跟各位講662 跟683你小心 這674下來 我在節目上就告訴你 速速給我來 跌到這裡 破線很多人 就砍在這裡 那砍在這裡以後 砍了以後 隔天漲停買 又跑進來買了 重點是 這裡838 叫人家賣 沒人鳥我 反正賞戶都是買高檔 那在高檔 請人家賣的時候 賞戶就把電視給轉台了 然後就不理我 對不對 我有沒有跟各位講 來今天這一檔是除息 5483除息 我K他 我今天講 我K他 我K在相對高 今天收敗162 收在相對低 今天除息 我今天K 對不對 那這一檔是這樣 那這一檔你就小心 他的子公司 你就小心 來 很多人就是買這裡 5483是不是在高檔 在相對高檔 100個頭顧老師 有99個都行好 因為收會員最好 為什麼 在高檔就出量又利多 那個時候 在電視上 垂高了 一定可以收得到會員 那郭憲政已經告訴各位 我 我做頭顧老師 我是副業 我教技術分析是贏度 我希望 我能救到一些散戶 所以我在節目上 就希望一些散戶避開風險 了解嗎 但是呢 散戶領情嗎 不會啦 不會啦 來 先跟各位講 等台積電 剛才我 點的那個點位 來了 來了 就會開始 老師 我認同你的 對啦 你認同我 你的錢也不見了 你錢也不見了 很多的股票 你都要小心 對不對 這種 漲很多的股票 你都要小心 這種漲很多的股票 你都要小心 這種漲很多的股票 你都要小心 這種漲很多的股票 你都要小心 對不對 還有很多 沒點到名的 所以 你現在唯一要避開風險 你可以來找我 不然 請你到我 台北預算體驗班 完全免費 你來 你可以學得到 事先預算技術 短中長線 短中長線 我先跟各位講 來過我 有很多投資本來過我的 那種體驗班 都說 老師你那算高點的技術分析好厲害 而且算出來全部都數字 你比講台積電我算出來 全部都是在 667到699 那我剛剛是算了一步給各位是多少 六七多少 六七多少 忘記了 我用算過一次 這是另外一種算法 那還有沒有其他很多 每一檔都可以算出 它相對的高檔集中在什麼地方 相對低檔集中在什麼地方 這是可以運用在短中長線 那如果你學習技術分 學得越久的 尤其是傳統技術分析 學得越久會賠得越多 因為你就照那種方式去做 主力作手這樣子跟你做對作 帶量過景線你買 它剛好在右底買 主力作手在右底買 帶量過景線 是不是要買 對不對 你買了它剛好 發布力多 然後你買它剛好減碼 因為它在右底買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個禮拜天的三關價 預算提言班 額滿就關門 額滿就關門 我有限制名額 那可以在我LINE上面 預約報名 也可以在我LINE上面填寫表單 也可以打電話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現場 再跟各位 繼續談 好 來粉絲到回歸 元月31號預算體驗班 完全免費 在LINE 我的LINE的族群上面 預約報名或是播打 023898689 座位有限 請早報名 額滿關門 完全免費 你可以學習到 短中長線 個股指數的高低轉折點 機會難得 公司機關門 通常都在年年發 讓您財富連連發 啟發投顧 祝您財運滾滾 好運來 日盡財 年年發 要選就選最好的 啟發投顧 02-23898689 23898689 來自拍攝 了 賤 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始发递步 当您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再见 02-2389-8689 02-2389-8689 好 欢迎回到现场 给各位一个真心的提醒 点醒你 人家看开始跌你还没感觉 我之前已经讲过会跌到哪里了 我已经讲了好几天了 你都没再注意看 好 高峰上风险很大 往往沉浸在一片风险 你失去借行 这就是讲散户 你跟着我提早布局空单 那你现在手头上有多单来找我 我会请你高档卖掉 就比讲你上礼拜来找我 我会叫你台积电 我会叫你卖掉 国具我会叫你卖掉 因为那个同时我在做放空 我骂我也会叫你卖掉 同样心心我也会叫你卖掉 我带着你安全下山 还可以赚钱 未来在低档 我用力买回来 希望各位听得懂 真心的可说的建议 不要当散户 如果你没来学习 事先预算技术 你一辈子不可能赚钱 你永远是见掌追 间谍砍 你就是摆脱不了 赏户赔钱的命运 要不要来学 完全免费 这是个人姻缘福报 就看你 可以在我的LINEA上面 私信我 也可以拨打 专线 也可以入会 今天节目到这里 告一段落 祝各位明天操板胜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